您刚才也提到少林可以说是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说佛教也是少林的母体文化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有很多的媒体 有很多的公众舆论认为 您自从担任了方丈以来 把少林寺的事业搞得很红火 但是更像是一个企业 甚至有人认为您是更像一个企业的CEO 而多过像一个寺庙寺院的方丈 您对这些的批评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少林寺它是一个修行道场 少林寺还保持着修行的传统 少林寺功夫的修炼 做餐的修炼 我早晚功课 我们的送介 过堂用餐 这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我们的精神理念 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 所以我们这几年 跟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这个族群 在分享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是人类遗产嘛 在分享 这分享过程中里 也有些商业机构 参与我们的活动 因为我们销售门票 接受赞助 这都是公益性的 当然中国在公益性的活动 不像国外那么成熟 做的那么多 可能就会被一部分人 给它误读了 误解了 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在做 公益的形式在做 没有商业性的目的 最终还是以交流 对话 相互理解 这么是一个目的吧 那您刚才在回答当中 我注意到您提到 就是说是人家其他的商业机构 来以商业的方式来参与 这个少林的推广活动 但是我也注意到 好比在您的这个少林寺的官网上 好像这个少林寺旗下 也拥有一家公司 叫做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那这个公司是一个商业公司 还是说它是纯粹是一项 一个基金会来运营的呢 因为我们注册 用商业公司的形式注册 它的作用 就是管理少林的品牌 管理少林的无形资产 因为我们要通过 其他的方式注册 没有商业 没有企业法人 这么方便 这么直接 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企业的法人 来解决 社会公益 解决这个社会组织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这个公司您是CEO呢 还是董事长呢 还是怎么样 有专业人士在打理 您在这个公司里没有担任任何的 不但没担任职务 这个工作我们也没参与过 有专业人士在负责打理 负责管理 那您自己是股东吗 这家公司的 这个公司是我自己没有股东 是百分之百的少林寺的股东 是少林寺生团的百分之百的股东 那像刚才啊 就是有些公众认为这个少林寺呢 现在越来越商业化 您对这种批评 您有什么回应 你觉得您大不担心 其实少林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商业化 这个我们是很清醒的 很能把握这些问题的 我们可能会遵循世界好的游戏规则 好的方法模式 能让更多人能分享到少林寺的这份遗产 您刚才也提到呢 就是关于这个收门票 我也注意到呢 我也是看媒体报道 说呢 最近呢 这个少林寺呢 跟登峰少林风景管理区委员会 因为这个门票收入这个分成的问题 要有一些纠纷 好像这个少林寺要起诉 这个风景管理区委员会呢 大概将近五千万人民币 这个门票收入的一个欠款 我们知道这个官司 现在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 或者怎么样吗 这个事情是我们两个部门 两个单位之间的私事 我们只想找一个中年人 帮我们算三账 后来媒体知道了 这个披露出去了 感觉很不好意思 这种事情作为两个珠子 两个珠体 找第三者帮我们算三账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 现在这个纠纷解决了吗 这个事情由华院来解决 由华院来解决 现在我们也不好说 那就说也不是你们私下解决 而是拿到这个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一个管理 这种方式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管理了 当然这个整个官司的一个症结 或者说一个根源就是因为这个门票收入的问题 我们在做这次采访之前呢 也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呢 邀请网友呢来提问 那么其中一位网友呢就有个问题想问您啊 他说方丈 少林寺现在呢好像成为了一个这个风景区 而且还收门票 门票也相当贵 不知道您作为方丈呢 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年前已经说过了 我们希望对信徒实行棉票 对一般游客实行检票 就是降低门票 降低门槛 这也是符合十几情况 因为它是世界遗产 它要考虑它的安全 它的安全问题 要考虑它的这个保护 维护的问题 全世界的遗产 包括西方国家大的教堂都有门票 它是提现了一种管理 要没有这个门票的话 它这个可能 它从安全上 从管理上面 安全上 肯定就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很多麻烦吧 因为国内要是明山大势 我一直主张降低门票 对信徒是棉票 其实以我所了解 您刚才说国外很多教堂 是收费 收门票 但其实我也走过很多西方的国家的 包括这个旅游 也经过很多的教堂 我的感觉其实大部分 绝对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是 应该中国也是 中国的收门票的寺庙比例很小 大部分寺庙都不收门票 即使有些明山大势 完全放弃门票的话 可能安全会构成影响 所以的话我希望降低门票 对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联络 来体验这份遗产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份遗产 我希望就降低门票 要完全放弃的话 我估计的话 黄金周时间 事业节目去了 堵车人员塞得太满 也不显示 还是从管理角度来说 还是稍微闲置一些 至少都能去得起 但是这个网友曾经也 有一位网友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收门票 而且邵林寺收的还挺贵的 好像是一百块人民币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 不知道 是不是现在这个实行是这样 因为对国内的景区搭配 搭配销售 困盲销售 我过去多年来一再 也有我的观点 网友们可以在网上看一些 您是反对收贵的门票 刚才我看您也说 就是希望便宜一点 甚至最后是能够达到 更低廉的一个门票价格 能够收门票的寺庙也不多 比例不多 跟西方一样 比例都不多 我想它主要是提前到惯例上面 我希望所有的门票 有一半人都能够去得起 能够尽力去就可以了 那我再追问 这个门票的收入 作为少林寺来说 其实最主要是来维持它的运作 或者说做推广宣传用的 还是说其实门票收入相当一大部分 也是算是一个盈利 可能作为这个少林寺一个储备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一下 因为少林寺近几十年一直在恢复阶段 截至现在还是在恢复阶段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门票收入 用于文物的保护 日常的生活的维护 用于过去的建筑群的恢复 您所谓恢复就是休息啊 历史上有的建筑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再做一些恢复 现在还是在恢复阶段 那我能不能问问 其实对于少林寺来说 有没有一本账目 好比说每年这个门票收入有多少 或是来自于信徒捐献有多少 还是有的 现在少林寺的收入 主要还是来自于门票收入 少林寺的收入主要是用于少林寺的硬件 荒芜的恢复 不动产的购置 主要收入还用于这上面 生人生活费用还是很低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些社会公益慈善的活动 那这个好比说您说做社会慈善公益的这方面的钱 大概占您的收入比例有多少呢 有没有大概一个数 四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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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这个门票的收入 对 然后放在这个慈善的公益方面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过 少林寺有没有定期对外公共他的账目 这样的话让公众或者包括让信徒很明确的了解 这个少林寺的这个收入情况 然后这个钱是怎么用的 那么比较透明一些有没有这个做法 所以说我们还对主管部门来说是公开的 对主管部门接受神迹 接受主管部门 但没有对公众公开 对 已经被你们媒体披露的跟公开没啥区别了 但是我不知道 你看我做媒体 我都不知道您的每年收入多少 然后大概是哪一类的收入 因为媒体这么少林寺的收入被媒体披露的基本是公开的 但是既然这样的话 您有没有考虑其实公开一个账目 因为某个程度其实也可以这个可以说是消除很多一些传闻啊 甚至谣言啊 不是更好一个做法吗 我们不是独立的 我们还考虑副教界 兄弟宗教 还考虑很多很多因素 我们不是独立的 不是真空的 很多做法 我们还得考虑周边的事情